哟 这不是横哥吗 又上场打猎去啊 这宁婉婉真是好吃懒做啊 自己在家花天酒店 却天天使唤你出门做苦恋 你瞧咱们村 谁像他似的 对富郎这么不疼惜啊 再说他一句 我就揍你 你别生气啊 我只是心疼你 不忍看你被他欺负 你别走啊 松开 横哥 你再考虑考虑 与其跟着他宁婉婉吃苦 不如跟着我 我一定会对你 哪来的母鸡 在这咯咯咯的 七主 怎么回事 哎呦 你婉婉 您可得好好教训一下你这富郎 青天白日的就来勾当我 刚才还拉着我的手不放 真是不要你 是吗 七主 是啊 今天敢勾当我 明天就敢勾当别人 这么不守负德的男人 打他一刀都是亲的 听我看 就应该休了他 将他扫定出门 听我看 就应该休了他 将他扫定出门 你当初将他取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仔细看他的手工纱 说不定早在你之前他就 您完了你有病啊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在我根前说三道四 我的疯狼 自是清清白白嫁你了 熟悉的什么阿猫阿祖 所以还疯得你 家里没镜子里还没尿吗 少了分头大便便的行驶 有我这么一个冒昧如花的少女做他的妻主他不要去勾当你 还咯咯咯咯咯咯的 老母就下淡食 我说大妈 也不算算你多少岁了还搁这儿装嫩 真是让人闻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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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 少了 少了 我都不犯了 刚才就是这只手拽着我的富郎婆奉势 再让你看到我的羞肠了 这贵人 我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滚 我听孟雄说 你要去后山跟小哥来看看 我问你 刚才为什么不解释